心臟血液 哈囉大家好,我是許醫師 我們身體的循環是由心臟當幫腹 將血液送到大動脈到小動脈 然後流到身體末端的微血管 然後再由小靜脈流到大靜脈 再流進心臟完成一個循環 既然心臟那麼重要 那心臟本身的血液是如何供應呢 因為心臟的肌肉太厚 氧分和氧氣無法直接擴散到所有的心肌細胞 所以心臟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循環 我們稱為冠狀循環 為什麼叫冠狀呢 因為這套血管就像花冠一樣蓋住心臟 所以稱作冠狀血管 冠狀循環開始於主動脈臂的開口 分為左右兩條動脈供應心臟的肌肉 一條稱為左冠狀動脈 另外一條稱為右冠狀動脈 左冠狀動脈出來一到兩公分後 馬上分為左前降肢和左微旋肢 主要供應心臟的左心肢以及前臂 是心臟收縮的主要部分 所以左邊的冠狀動脈梗塞或是缺損 對心臟造成的傷害很大喔 另外一條稱為右冠狀動脈 主要供應心臟的右臂、後臂以及下臂 我們常說心臟有三條冠狀動脈 就是指左前降肢、左微旋肢和右冠狀動脈 大冠狀動脈 逐漸分成小冠狀動脈 然後進入心肌的微血管 進行養分和氣體的交換 然後血液再流進小冠狀靜脈 再流進大冠狀靜脈 最後會集成冠狀靜脈痘 冠狀靜脈痘的開口在右心房 所以血液注入右心房後 再循環到主動脈 又開始一次新的冠狀循環 我們所說的心肌梗塞 就是指冠狀動脈阻塞 造成心肌細胞缺氧及缺血 因此造成心肌的壞事 心臟收縮的功能受損 嚴重的話心臟會停止跳動 導致猝死 心肌梗塞要做心導管 心導管要處理的位置 就是阻塞的冠狀動脈 從手的勞動脈放進導管 導管從勞動脈一路往上到主動脈 再從冠狀動脈的開口 進入冠狀動脈 這樣就可以進行心導管的治療了 而心臟手術中的冠狀動脈絞道術 就是取一條血管 一端縫在主動脈上 而另外一端縫在冠狀動脈 讓血液有另外一條路 繞過阻塞的地方 再度供應心肌細胞 所以我們稱為 繞道手術 各位還喜歡今天的主題嗎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醫學知識 歡迎留言給我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